Web3时代带来了去中心化、透明和安全的数字经济发展 而公链的共识算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共识算法确保了公链网络中的节点对交易和状态的一致性达成共识 同时防止了恶意行为和双重支付等问题 本文将深入探讨Web3公链共识算法的核心原理与机制 1.共识算法的目标与挑战 共识算法的目标是使所有节点就交易的顺序和状态达成一致的共识 同时保护网络免受攻击和滥用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因为网络中的节点可能存在各种意图不同 行为不信任的参与者 共识算法需要解决的挑战包括败占停容错 网络延迟 节点崩溃等问题 2.常见的共识算法类型 工作量证明Po是最早被广泛采用的共识算法 比特币就是使用了Po 它要求节点通过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来完成挖矿的过程 获得记账权 通过竞争计算能力 节点解决问题的速度越快 获得记账的概率越高 潜意证明Po是一种基于节点持有加密货币数量的共识算法 持有更多加密货币的节点 更有可能被选为记账节点 它们将获得记账的权利和奖励 Po减少了计算能力的浪费 并提高了网络的扩展性 权威共识 DPOS是Po的一种变种 通过选举代表来完成记账过程 代表节点被授权处理交易和生成新区块 提高了交易速度和扩展性 三 共识算法的工作流程 共识算法的工作流程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交易广播 参与者将带处理的交易广播到网络中的其他节点 提案生成 节点根据共识算法的规则生成提案 包括选择交易的顺序和生成新区块 提案验证 其他节点对提案进行验证 确保其中的交易有效 且没有双重支付等问题 投票和选择 节点根据共识算法的规则进行投票选择最佳的提案 确定记账节点 区块确认 记账节点将提案写入区块 并广播给网络中的其他节点 完成交易的确认和区块的添加 四 共识算法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Web3的不断发展 共识算法也在不断演进和创新 一些新的共识算法涌现 如一步败占停容错 经过时间的证明等 这些算法旨在提高性能 安全性和可扩展性 并解决传统共识算法所面临的问题 Web3公链的共识算法 是保证网络安全 去中心化和可信的核心机制 工作量证明 权益证明和权威共识 是常见的共识算法类型 每种算法都有其优势和适用场景 了解共识算法的核心原理与机制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公链的运作方式 并为选择适合的公链技术提供指导